大家好,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消息,让所有人都充满好奇。 一段视频记录了肖站在公园里放松的画面,他身旁还有几只鸽子。 场景非常宁静和舒适。 在视频开始之前,让我先确认一下,并与大家分享几张我在iPad上精心手工竹针编辑的图片。 希望大家会喜欢并感到有趣。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最新的消息,肖站在公园里和鸽子一起的画面,场景真是非常舒适。 肖站,国际时尚活动中的闪耀明星。 最近,著名的肖站多次出现在国际时尚活动中,每次都像璀璨的星星一样点亮夜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2023年和2024年米兰时装周上的亮相,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甚至在时尚行业内引发了一股热潮,凸显了他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围绕他存在的强烈兴趣。 肖站出席这些著名的活动,不仅在国内社交网络上引发了热烈反响,也在国际时尚界掀起了波澜。 媒体报道纷纷赞扬他的独特和艺术的时尚风格,巩固了他作为时尚偶像的地位。 官方声明突出他的独特形象,融合传统与现代美学,吸引了全球时尚爱好者的关注。 关于肖站亮相的评论充满了犀利和直接的观点,表明他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巨大的认可。 他的每一套华丽服装和自信造型都展示了他超越自我和挑战传统审美的勇气。 无论是媒体的独特标题灵感,还是肖站自身的经验表现,都共同绘制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时尚画卷。 活跃在国际时尚舞台上的肖站,受到品牌的高度赞赏和青睐,吸引了大量国外媒体和观众的关注,使他的影响力日益显著。 他的影响力不断增长,标志着他成为全球时尚产业中的关键人物,以及艺术创新和风格的象征。 王一博,多为跨界,正能量偶像的典范。 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中,能够独树一帜,以全面才华与正向影响力赢得广泛认可的明星屈指可数, 而王一博无疑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星。 作为又红又专的原型战士,王一博不仅在演艺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更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广泛的兴趣爱好,成为连接不同文化、年龄层的桥梁,是名副其实的Z世代Icon。 王一博身上的标签众多,但娱乐圈在淘运动员这一称号尤为引人注目。 从滑板到滑雪,从冲浪到摩托艇,乃至高尔夫,小轮车,赛车,攀岩,街舞, 他几乎涉足了所有能够挑战自我极限的运动领域。 这不仅仅是对技能的追求,更是对体育精神的深度全是勇于探索,不懈努力,不断突破自我。 在黄浦江畔,与王一博一同关注奥运会资格系列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积极向上,活力四射的形象, 他用自己的行动影响着无数年轻人,传递着正能量。 作为内娱为一级齐了百年征程,冬奥会,亚运会,奥运会宣传的正能量艺人, 王一博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与影响力。 无论是五一期间被封为劳模,还是受到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权威媒体的夸赞,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不仅仅是个人荣誉的展现,更是中国青年积极向上,勇于担当的象征。 特别是在国际舞台上,新上映的电影能够得到联合国各平台的赞誉, 这不仅是对其作品的认可,更是对他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和正能量价值观的肯定。 追风者作为王一博的又一例作,不仅获得了央视、爱奇艺等多家媒体的高度评价, 更是在观众中引发了热烈反响,实现了台王口碑的三报。 该剧不仅展现了王一博作为演员的深厚功底, 更因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成为了各地文旅宣传的素材, 甚至大国重期也引用剧中台词进行宣传, 这无疑是对作品社会影响力的最高认可。 为若来这一角色的成功塑造,让王一博的影响力跨越了娱乐的界线, 真正做到了艺术与现实的深度融合,推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王一博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梦想,坚持与超越的故事。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展示了如何将个人梦想融入国家发展, 如何以实际行动响应时代的召唤。 他的每一次跨界尝试,每一次正能量的传播, 都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荣誉, 更多的是为了激励更多年轻人去追求卓越,勇敢追梦。 在王一博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新时代青年的缩影。 他们既有对传统美德的坚守, 又有对现代多元文化的拥抱, 他们既能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 又能仰望星空,胸怀壮志。 王一博的每一次出圈,不仅仅是粉丝的狂欢, 更是对社会正向价值观的弘扬, 是对中国梦的生动诠释。 王一博,这位年轻的艺人, 凭借其多为跨界的才能和积极向上的形象, 成为了当代偶像的典范。 他不仅在娱乐圈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还通过多方面的发展展现了 他作为全能艺人的潜力和魅力。 首先,王一博在娱乐圈中的成就不可小觑。 他作为UNIQ组合的成员出道, 凭借其出色的舞蹈和歌唱实力迅速 获得了大众的关注和喜爱。 随后,他在电视剧《陈情令》中饰演的蓝望鸡一角, 更是让他的人气飙升, 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的白月光。 通过不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 王一博展示了他卓越的表演天赋和敬业精神。 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 他都能将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次,王一博不仅仅是一个演员和歌手, 他在其他领域也展现了出色的才华。 例如,他在综艺节目这, 旧式街舞中担任导师, 以其专业的舞蹈技巧和严谨的态度, 赢得了观众和学员们的尊敬。 通过这个节目, 王一博不仅展示了自己的舞蹈实力, 还传播了街舞文化, 激励了更多的年轻人追求自己的舞蹈梦想。 此外, 他还是一名优秀的赛车手, 多次在赛车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展现了他在体育方面的天赋和勇气。 更重要的是, 王一博一直以来都以积极向上的形象示人, 传递了正能量。 他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坚持, 向粉丝们传递了奋斗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在面对工作压力和公众关注时, 他始终保持谦逊和勤奋, 成为了年轻人心目中的榜样。 此外, 他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无论是关注环境保护, 还是支持儿童教育, 他都在用自己的影响力 带动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公益事业。 王一博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他多年来不断努力和坚持的结果。 他在各个领域中的出色表现, 不仅展示了他的多才多艺, 也证明了他在不同领域中 都能取得出色的成就。 他的多维跨界发展, 不仅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机会和舞台, 也让观众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全能艺人的无限可能。 总的来说, 王一博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艺人, 更是一位正能量偶像的典范。 他通过多维跨界的发展, 展示了自己的多才多艺和无限可能, 同时也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积极的形象, 传递了正能量, 激励了无数年轻人。 王一博的成功故事, 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 并未知不断努力, 就一定能取得成功。 希望在未来, 王一博能够继续在各个领域中绽放光彩,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同时继续传播正能量, 成为更多人心中的偶像。